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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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下注牙 注牙的原因 注牙的治疗方法 以及如何防止 很多时候我们本身在口中 都有很多细菌 那些細菌連食物 多數是有糖分的食物 鑽在一起就會開始製造一些酸性 酸性就會損害到牙最出面的組織 最硬的組織就會開始分散 變成開始有鑽牙 為了大家明白到牙齒的鑽牙怎麼開始 我們一定要明白有三層 外面最外面那層如果是初步的鑽牙 病人一點感覺都沒有 是不怕痛、不會酸 治療方法就是補牙 如果我們都不理會牙齒的話 第二層開始鑽牙的話 病人就開始覺得有酸性 例如喝點凍飲品 或者吃點甜的東西就覺得會開始酸 治療方法都是一樣 都可以補牙的 但是如果病人繼續 都不去理會牙的話 鑽牙就會去到一個叫做牙水 即是我們牙齒的神經裡面 就變了會痛 會有時候有膿腫 變了治療方法 就要先挑了裡面的神經線 即是一個根管治療 然後才補牙的 如果病人還是不去理會牙齒的話 牙齒開始再爛 就什麼都做不到 就要拔掉了 我們的豬牙是怎樣去診斷的呢 通常牙醫會用一些特別的工具去檢查 而且一定要形X光片 才可以看一下確實位置在哪裡 住在哪裡 還有有多深的 我們豬牙是怎樣去預防的呢 首先我們一定要減少有糖分的食物 每天吃東西的次數都要減少 還有我們一定要用一個正確的擦牙方法 還有用牙齒方法去清潔我們口腔 還有隔六個月去看牙醫一次 小朋友和大人一樣都會有豬牙 預防的方法之前已經跟大家異常這樣說了 如果是嬰兒的話第一次去牙醫 應該是六至八個月的時候帶牙 讓牠可以檢查一下牠的口腔裡面是怎樣 牙肉生成怎樣 另外很重要的是我們大人有時 給食物的小朋友太熱 會用口去吹羹的食物 才給牠呢 我們是不應該這樣 因為如果大人的口是有蛀牙 會吹到那些菌去小朋友的口 同樣的情況 不可以最好和小朋友親吻他的嘴 所以大家知道了